大顆瓜 洗顆瓜 真的熱壁了 每條大街掃上都有外送員 但台灣高溫狂飆 怎麼避暑有秘訣 穿著上面盡量量快一點 工作時間會稍微減短一點 八九點出來 到現在就差不多也要吃飯 也要休息 所以就避掉最熱的時間 戴售套就怕曬出紅疹 出門時再來一罐冷凍高山茶 等紅燈時清涼一下 另外下午一到兩點 收腾腾時段 可以收洗以防熱傷害 天氣真的好熱 想要來一碗涼的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 外送平台上面一碗剉冰 多久會到 天氣熱在外面跑外送 真的是很辛苦 享受手上的剉冰 一單的時間大概是20到30分鐘 看看這杯外送員 箱子裡三罐水還不夠 機車置物欄再來一罐 穿上兩桿衣萬無一失 不過2020年 曾發生外送員中暑昏迷意外 就立委呼籲平台能比照 雨天寒冬伴禮 提供外送員高溫加急 太熱太熱了 對啊 因為有啦 他們今天 Uber從下午1點到3點 有一張加15塊 如果沒有的話會不會覺得 真的是受不了 對啊就沒人性 因為外送員變得少的 對啊 需求就變得大 從早上11點吧 到現在快十單了 酷熱季節體感溫度飆迫40度 外送員也只能喘口氣 帶上防曬小物 繼續上路 我們靠意志力 對啊 為了錢還是得出來工作 環宇新聞中品達成品針 台北參謀活動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